我说很好耶 所以他很愿意去尝试各方面 那虽然他刚进来不多久 可是他却是因为故事性的关系 所以也常常有机会呢 就是被take到成为新闻的主角人物 其实现在其实有三则了 那现在这一则其实是 我们在上一次上人行脚高雄的时候 把脉传人 而且都是为众生大家团结一致 投入人间 过去的这两年来 常常自己说自己是 从天上掉下来的废物 正在美国当空姐的吴嘉玲 两年前因疫情遭到裁员 陷入重度忧郁 在高雄线上读书会找回自信 实际在帮助人 而我在这里我是被帮助的人 我很感谢自己给我这个舞台 可以让我继续发入我自己小小的能力 还有从日本返台的小野雅子 感受到线上读书会团队力量 真的是很震撼 就像是一场法华会 十方菩萨临来集 原来这三个小时的读书会 是由这么多的灰冰锅 合合互协而成 一文天下之 只要你说出来 你们的随众生机 随众生人 把师父说的话 翻过来 而且是国际的 法入心 成为谁 生无量 高雄线上读书会口译团队 全球总计有130人 同步翻译十多种语言 将佛法透过不同语言 更为国际化 点点滴滴 法卖传承 大爱新闻学龄香红树 高雄报道 好 我们就来遇见我们这位空姐吧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 因为你有正能量 嘉玲介绍给您 花若盛开蝴蝶自来 人若精彩天智安排 来 您 大家好 我是吴嘉玲 我曾经在美国航空公司当了27年的空姐 这是我一半以上的人生 所以我在三年前被裁员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世界是整个颠倒了过来 因为我一半以上的人生 我做着重复的事情 每天上飞机要做什么事情 我都已经一清二楚了 所以我自己说我是一个被制度化的人 因为我一旦离开了这个制度之后 我已经不知道 我应该要何去何从 手足无措 所以我陷入了很严重的忧郁症 那我跟慈激的因缘 一切就是从高雄线上读书会开始的 其实我当初到外语队的时候 真的是只是抱着去瞧瞧着心态 可是在那里呢 我一到那里我就马上感受到慈激人满满的温暖 那也很感恩我的贵人们 其实啊 忧郁症 人家都跟我说 你要放下呀 你要走出来呀 可是我就是放不下 我就是走不出来呀 我很感谢我的贵人们 就是站在这边的这两位 这两位呢 就是我背后的那个如来神长 他们就是把我硬推出来 硬是要把我从那个悲伤的无底洞里面拉出来 逼着我自己 从家里走出来 走入人群 所以走运走运走出来的才会有好运嘛 不逼自己一次啊 永远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能力 那我在美国待过一段时间嘛 所以我会说一点点的英文 那会说英文跟会教英文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那更不用说是口译了 对于禁私语啊 还有佛学方面的用语啊 我真的是一窍不通我就是一张白纸啊 譬如说我之前知道佛法叫做佛陀叫做布达 佛教徒布达斯 那请问菩萨怎么翻译啊 我不知道 红法立身怎么翻译啊 不知道 所以每次啊逐字稿一出来啊 那一满满的一张对我来说全部都是单字 我一个字都不会 所以准备口译的过程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啊 我常常挑灯夜战的再背单字背到三四点 那我呢一开始参加口译团地的时候啊 我就起了退心 因为真的太辛苦了 所以有一次呢 我就真的很不想口译啊 然后我的女儿就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建议哦 她说你可以跟你的老师说啊 哎你确诊了啊你不能来啊 啊我就哦 我的女儿怎么这么冰雪聪明啊 我就觉得这是what a good idea 我就打电话给这位季豪老师啊 我就跟她说老师我确诊我不能来 然后呢 老师呢就非常淡定的跟我说 啊那你好好的在家里修养 那你可以在家里口译 那个连线口译 所以呢我真的是这个 我只能说我佩服老师的睿智 因为他一眼就看穿了我的企图 所以我还是乖乖的来 也很开心我没有放弃这一块 因为我的背后就是有这样的人 一直的推着我往前走 所以每个月一次的口译啊 真的是强迫自己学习的机会 那做中学 学中诀 这个诀呢 我觉得我每次在口译的时候 虽然我嘴巴里面说的是别人的故事 但是我的心里是一起被感动 一起被激励着 所以呢让我越想要靠近 越想要靠近慈悸 那今年六月的时候呢 跟着团队一起到花莲 参加海外菩萨回台的受证典礼啊 那时候啊看到这么大的场面啊 我真的觉得我好像来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啊 台下坐的满满的全部都是从国外回来的志工 国外回来的菩萨们 大家就是同一念心 那您看现在右手边这些画面 这个画面啊 我们可以听一下他的声音吗 那时候是金色巡礼 所以我是被安排去陪伴这一群 黑珍珠 他们是来自墨山比克星巴威的菩萨们 对他们来讲 这样子唱歌就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事情 那做一个慈祭人 竟然可以是这么快乐的人 我真的觉得慈祭真的是太厉害了 然后呢 在慈祭呢就是好事不断的发生啊 针线琴真的好心情 我就不知道这个针线琴呢 到底是什么缘由开始的 但是啊我一直到 有这个针线琴的团队啊 对我这种喜欢手作的人来说啊 真的叫做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啊 看看小沙咪的笑脸啊 真的很疗愈 还有这件小旗袍 我只能说我一见钟情啊 爱不释手 所以啦我自己当天买回来这件小旗袍 前看又看 自己还拍了一部短片 工商广告啊 po在我的社群软体里面 跟我的朋友们分享啊 所以你看看小沙咪的笑脸 你笑我笑他也笑 大家做会来起笑 真的是 之前喔我是熬夜背单字 背到三四点 现在是熬夜在缝毛头鹰啊 缝那个小旗袍 缝到三四点 真的是一发不可收拾 没完没了耶 所以人生呢 因为有这些责任而踏实 因为认真的人可以很幸福 我真的乐在其中啊 也很感谢我身边有这么多热情的人 推动着我一起前进 那任何停止学习的人都是老人 我绝对没有停止学习 因为在词记 教会了我很多的事情 我在词记 学会的口译 笔译 还有针线琴的手艺 再加上听师傅说法 无量意 所以一年半来 我赚四亿 我真的是觉得 有够的合的啦 那我已经年过半百了 老去的只是年龄 不老的是气质 我是标准的处女座 我是一个很爱漂亮 很爱打扮的人 即使我变老 我也要老得漂亮 老得优雅 永远保持心态年轻 你想我口袋满满的 我怎么能不年轻呢 而且我擦满了词记的面霜 面霜 就是要保持微笑 那人生无常啊 很多时候 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 就像现在尾巴战争 这些人 在那里的人呢 不知道他们 可不可以活过这个星期啊 所以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 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我已经是 很有福报的人 那这个月 我翻译 石经文青他们的分享 说到情绪管理啊 是深由心转 还是心由静转 那静没有办法转的时候 怎么办呢 就转念咯 我没有办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 只能够改变自己 所以我呢 就是 好好地跟我过去的自己 说再见 然后呢 发生的事都是好事 遇见的都是好缘 你可以听到上人 在开示的时候 常常说到的两个字 他是一直重复 一直重复地说 叫做感恩啊 感恩 所以呢 人生多一点感恩 少一点抱怨 人生其实是可以很快乐的 那我喜欢跟三种人在一起啊 一个是比我优秀的人 一个是让我优秀的人 把我变优秀的人 另外呢 就是愿意跟着我一起变优秀的人 人的职场真的很重要啊 多和善良的人同行 多和正能量的人来往 来你们看一下图宗这位人物啊 我看到这一张呢 我就觉得 我真的觉得 每次看到这张我就觉得很想笑 那我希望呢 我的脸呢 以后也可以变成像这样的脸 让人家带给人家正能量的脸 我就希望 来我们读书会的slogan叫做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 因为你有正能量 希望有一天啊 大家可以说 我喜欢和佳玲在一起 因为他有正能量 我希望我自己也可以变成像美云老师这样的人 带给大家正能量 好 佛在灵山莫远求 灵山只在乳心头 同一念心深深世世啊 我从不认识慈记 谈不上慈记法 到现在啊 我可以一直 一直的说着慈记的事情 那蝴蝶呢 看不到自己美丽的翅膀 但是其他的人看得到 那不要小看自己 因为仍有无限的可能 我呢 很感谢慈记看到了我的美丽 也希望跟着慈记人的脚步 一起把这个世界变得更祥和更美丽 慈记就像 一花朵盛开的一个花园 你要抓蝴蝶不用用网子去抓它 你建造一个很美的花园 蝴蝶就自来 所以我这个标题叫做 花若盛开蝴蝶自来 最后呢 要感谢那个摄影师周信宏大师 每每都是帮我留下 美美的身影 我真的要很感谢他 谢谢各位 谢谢 我们这里全部往后一步好不好 然后跟后面的团队呢 靠得更近 对对对对 我们的外语队真的非常之优秀 他刚才说 希望我们说往后 跟他说 我喜欢跟佳林在一起 哪需要往后 就在此刻一起来 我喜欢和佳林在一起 因为您有正能量 我告诉你佳林 我都突然在你这样讲的时候 每次讲 我觉得啊 我觉得佳林先不用答应 然后其他的人感觉 佳林呢在一年后 来加入我们的导读团队 我说一年后 就从现在开始准备一年后 你觉得他会不会很优秀 如果会了 请用掌声让他知道 至于他愿不愿意来 如果愿意就要举高哦 好佳林愿意加入我们的导读团队吗 我愿意耶 好想法 真的 其实就在愿意的时候 跨步向前就能量了 哪像 我跟你讲 刚才你看的那个温馨座谈的影片 慧敏今天应该在二楼 你知道吗 他第一次跟上儿分享 因为我在前我不知道 他的手是发冷的 一直冒冷汗 结果他说他不知道那位师姐是谁 但是一直握着他的手 给他温暖 可是之后我们看到他的时候 还可以自动的跳起舞来 然后我们总编说怎么差怎么大 只是几个月而已 其实出路出路出去走走就有路 所以我们就靠在一起 那我们非常感恩 他刚才讲的针线琴这个部分 无论我们院长或者是嘉欣拿的 我还说嘉欣会来 嘉欣拿在菲律宾 错了你土耳其的时候 然后sometimes用英文 我就回来以后我就说 嘉欣你英文也很好 你应该加入我们的英文口译吧 所以他现在是我们英文口译团队 所以你看看咱们家的大一台记者 也是可以透过志工的身份 然后休假 然后来做这样的一个慈祭式 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 这个部分 然后大家串联起来就是力量 所以我们加拿大管先你说 与其期待别人的掌声和肯定 不若自己先建立自信 继续努力 行到水穷处另有一番天地 跟正能量的人在一起 你会充满生机跟活力 嘉欣师姐 你已经走过低谷 会越走越好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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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的周伟尔心也说 善力相合造福人群 所以我们非常感恩 因为时间关系 请大家把对嘉欣的鼓励 不要吝啬 一定要怎么样 这心里口要开表情 大家一说明白 所以非常感恩 在这里掌声感恩嘉宁 谢谢 感恩我们的外语队 这些要记得下去还给我 不要带走 所以我们下午还有针线琴 好 来请大家来动一动了 所以我们的活路群骨 也就是我们的活动主来啦 今天一样给他穿这样的衣服 一看就知道又是捡来的 又是捡来的喔 对 真是厉害的